千万不要以为正在谈论价值投资的人 就是以价值投资作为行动与判断依据的人 若是常被表象所迷惑 你的交易成绩只能很差很差 成功的交易者永远是极少数 极少数的他们所具备的共同特征就是 他们不为表象所动 他们喜欢探究表象之下的实质 绝大多数人之所以正在讨论价值投资 是因为他们已然被套住了 这才是实质 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喜欢讨论价值投资的根本原因 因为我们已然明白了 绝大多数人都是在牛市尾巴上 才被吸引进交易市场 一冲进来就拼命买买买 随之而来的大雄每一步都能踩死一批人 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这世上没有人不学习 人人都在学习 即便是笨蛋也是在不断学习的 只不过学习和学习并不一定相同 由于他们学习的方向 方法方式都天然带着缺陷 所以学到的都是没用的东西 甚至是有害的东西 研究透价值所在之后决定是否买卖 和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下手之后 发现不对再去研究价值 当然有着天壤之别 随后的结论和结局都迥一至极 这真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因为聪明和愚蠢 竟然不是被天生因素所决定 决定他们的竟然只不过是顺序 跟下棋一样 先走什么后走什么 最终决定输赢 双方的棋子数量一模一样棋盘也是对称的 但最终就是有输赢被什么决定的呢 竟然只不过是顺序 当然顺序有很多其他的称呼 比如策略什么的 如果你的所谓宿命起因 在于你交易的时机错了 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 肯定不是去寻找价值 每一把锁都有属于自己的钥匙 万能钥匙是绝大多数人手里根本没有的东西 就算心急也绝对不能乱投 一直是常识 你在错误的时机做了交易决策 那么其后最正确的对策是什么呢 很简单啊 等待下一个正确的时机 太过简单的答案常常被忽略 因为正如人们总是以为 大事件一定有大阴谋趋势一样 人们不相信赚到钱这么大的事情 竟然会有这么简单的答案 在正确的时机面前 哪怕连价值这个宝贝 都显得弱不禁风 无能为力 所以仔细观察一下吧 那些盲目相信价值投资的人 只能为自己的错误理解 错误决策默默地买单 如若你之前没想到的话 也不用自卑 要是这种事情需要自卑的话 我自己早就自杀了 因为我进入交易市场了好几年之后 才开始正视价值投资的缺陷 虽然它是对的 但它只能解释一小部分的世界 幻灯读书每天陪你进步一点点 相信时间的力量一起终身成长 下期再见 不想错过点滴进步 记得点击订阅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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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